全聯8月的新品解答 第二 SALEN JAPAN 歡迎 PINTA先生 8月的話 以YUTO級為主發點 所以這次有很多 YUTO相關的想法是 老外來說 YUTO還是不太喜歡 像日本的話沒有像這樣 這麼育的商品 地瓜 這些的朋友 但是YUTO其實很少 好 我們新品解答 開始 這次大概可以分 鮮喜麵包跟甜點 第一輪是鮮喜 那我們第一個要吃的就是這個 KUJIA 平安米糕 用芋頭做的米糕之外 因為這一次好像都是跟 鄭蘭宮在台灣很有名的 OTERA合作的話 所以就是一個 好吃平安的感覺 哦原來 吃吃看 哦沒有肉麵 我比較喜歡沒有YUTO的LUFEN 我了解他的唱法 因為鮮喜麵是比較黏黏的東西 它要有一點很黏的芋頭 然後混在一起的話 剛剛好 這樣的想法 但是用這個鮮喜麵的話 全部都黏黏的感覺就好 太多餘的口感是嗎 可能我很多人不太喜歡YUTO 哈哈哈哈哈 開動了 開動了 嗯 不是 這個商品的話 真的YUTO的存在感很少 這次的香味比較強 然後再來這個的話叫做 玉香上上籤 這個看起來就是芋頭的 所以一定要跟這把 我記得參選後喜歡YUTO的 嗯 開動了 aja 看起來沒所以很像他 很特別的 哦它很厲害 噢 125排 我不敢講 只要 etme日本隊 很炎 蠻克的 ふ красив 很特別 嗯 concours 我不喜歡這個嗎? 如果這個很健康的中間 friend 我愿意吃 我愿意吃 愿意 所以你真的不愿意吃这种乳豆吗? 对 我真的不愿意 那这个影片是外国人第一次吃乳豆 改表点 俊阳的话呢 要试试看 来吧 哦 但我明白了 是因为这个料理的方法吗? 这个乳豆真的超小的 乳豆乳豆的感觉有点不够 不是 啊 不好 磨参坠 哈哈哈 磨参坠 一头一头一头 那再来这个叫做 腐皮鲜浴卷 胡啊胡 已经坏掉了 这个是一圈两 这个橡皮已经坏掉了 等一下 可是日本的豆腐的腐也这样写不是吗? 可以做 一圈 你自己解决 哈哈哈 不过没有 它更腐皮 不明就是 它是豆腐的皮 然后它其实 原本应该是要用炸的 我没有觉得是很炸 那么不过的 这是我们用微波的 由於吃着 哦 这个味道好好吃 好吃 但是这个味道是不优秀的 然后 然后 下一个叫做 香玉水晶圆 很好吃 哦 这个味道很好吃 它这个好吃 對,在便利商店買的肉包 我還想要更多內餡 芋頭的部分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應該吃這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感覺到芋頭 對耶 有這個很大的芋頭 這個叫芋頭炊粉湯 米粉湯,然後加芋頭 這也像是台灣很傳統的小吃 那我可以直接吃芋頭嗎? 哦,開動了 喜歡芋頭嗎? 哦 嗯 好吃嗎? 好 我喜歡吃的 討厭 不鬆 嗯 有肉味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不錯 但是這個太大了 所以很難吃 麻煩了耶 你真的有建議啦 因為你看完全沒有肉味 只有芋頭的味道 然後芋頭沒有味道 所以沒有味道 所以你現在覺得 這個芋頭和芋頭 沒有那麼搭配嗎? 沒有很意外的感覺 因為 他們說 8月是Youtube機 全聯手機 哦,對 這太關鍵了 要簽署一點的賣法的話 我可以接受 簽署一點 那這個是聊外的意思 應該是台灣人的話 應該會喜歡嗎? 那第二集 麵包咧 好 那進入第二個準備之前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事情 對付全聯開心的餐廳 好想有話 現在新聞都在報 就是全聯他在南港開一間 全台最大間的興奮店 4000坪 4000坪 那我們現在連線給現場的記者 那麼我們現在外派記者阿玲 來到的是位於南港的 全聯南港旗艦店 這家店呢 是這店才新開幕的 而且聽說這裡有4000坪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負荷市賣場 它也是首次規劃了一些特別專區 例如像是五金專區 寵物專區 漁港直送 新鮮海鮮 甚至還有五印良品 究竟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趕快來去看看吧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真的空間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對不對 兩台購物車也完全不會打架 也不會相撞 空間都是非常非常的寬敞 而且它的商品都是非常的稀缺 好 那我們記者阿玲已經把全部的全聯 逛過一遍了 哇 可是大家應該會想說 14000坪真的只有這個樣子嗎? 可是我後來發現 它其實全聯佔地的話是500坪 可是這個500坪已經是 全台灣最大的一間全聯了 至於剩下的空間呢 沒錯 它其實是 各式各樣的負荷市商店 全部都會聚集在這裡 所以到時候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商場 所以非常期待它未來的發展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外派記者阿玲的現場報道 第二 麵包類 這個叫做 芋泥生吐司 喔 滿滿的 開動吧 搭嗎? 嗯? 搭嗎? 喔 超級大了 這個口感真的很搭 很像那個 像麻醬的感覺 很美味 一口味道香嗎? 嗯 嗯 這口味道好像很有味道 喔 喔 喔 讓它比較有自然的甜味 所以真的很搭這個口味 喔 喔 喔 TWIFE 芋頭記憶 好 那再來 第二個那個 它叫做 芋頭麵包裝 所以你可能買濕個 你可能這樣疊起來就變一個很快 哈哈 好笑喔 哈哈哈哈哈 小點在哪裡 Where 好笑喔 嗯 嗯 好笑喔 這個最好吃的 真的 我也想吃吃看 開動吧 啊 明白了 好好吃喔 光是麵包就很甜很好吃 然後芋頭它也是很甜很甜 可是它的甜不是膩 好吃好吃這個 不過我們還是要給下一個機會 這個是 椰香芋頭麵包 欸? 這個很危險喔 料很少耶 開動吧 欸? 欸? 好吃喔 它有一點上蛋糕耶 上面很甜耶 那跟剛剛的芋頭磚呢 芋頭磚是 常受芋頭的味道的麵包 這個是這個上面的 有意思 好好吃 芋頭類的麵包 是不是好像 道外都蠻喜歡的 喜歡 目前很喜歡 可是我有點討厭 旁邊的麵包 為什麼 上面有那個 牛牛的麵包 羅松 哇 真的看起來 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耶 完全不一樣耶 芋頭髮、羅松 總連不一樣 再吃 是 吃 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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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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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吃肉蔥麵包很好吃 就是鹹鹹 配它一點點美乃滋的甜甜 可是這個芋頭太甜了 所以兩個人吃在那邊打架 那 是 甜甜 看到剛剛的結果的話 甜的芋頭是好吃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看吃 這個 那個叫做 芋泥雙層布丁 那 誰喜歡的芋頭呢 接手 是 是 來 你吃 你吃 因為你最快 太熱了 咦 我吃了嗎 我吃了 我吃了 嗯 很好吃 沒有特別的 真的嗎 不行不行 那個芋頭的好點是 那個芋頭的部分 還有那個地步的那個 那個茶色的卡拉米爾 那個味道的茶色很漂亮 完美的感覺 但是這個布丁跟芋泥的茶色我覺得很少 所以吃起來 嗯 差不多一樣 嗯 那個是有點可惜的 嗯 很辣 第二個他我愛吃這個 芋泥菠蘿泡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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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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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色啊 普通的泥菠蘿的話比較甜 因為奶油味比較重 但是這個是芋泥 啊 沒有那麼甜的泥菠蘿 最後它 科技的愛美麵有香氣 哈哈 哈哈 香氣 泥菠蘿的中間是香氣嗎 不是 那個 會有最惡感的甜味 對 我喜歡的泥菠蘿 所以 有一點可惜 健康的甜點 那個甜點需要 甜點嗎 嗯 也不是不好吃 不夠的甜點 不夠的甜點 這個呢 這個叫做芋泥千層卷 它看起來很像那個 玉子燒 啊 對 鑽麵來看的話 很漂亮 いただきます 喔 我覺得這個好吃 超級芋 像剛剛的話就是可能有那個皮啊 有布丁啊 就之類的 可能會把芋頭味道綜合 但它的話全部滿滿滿都是芋泥 帶橙色到芋泥的美好 所以我覺得喜歡芋頭的話 感覺比較適合吃這個 就是真的是滿滿的芋泥 喔 超好吃 嗯 好 再來下一個它是 芋泥大福 喔 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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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吃嗎 大福 喔 是大福 感覺是比較脆一點啦 沒有那麼固體 對 嗯 真的 這個皮的部分也不夠 然後裡面的大福的話 紅豆吧 牛 感覺不到味道 因為像日式的話就是 外皮美味的裡面的話 超甜對不對 就是很有味道那種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綠泥提拉 提拉米蘇 對 喔 開動吧 開動吧 喔 好厲害 喔 它真的有點咖啡的香味 喔 有有有 欸 我不能不說 每一次全年出的這種提拉米蘇都超好吃 欸 每種口味都很好吃 我嚇到我了 這個提拉米蘇比較重的甜味 很想分給他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後的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特隆芋泥七楓蛋糕 嗯 很濃喔 好 最後一次吃 開動吧 喔 很美味 這個的話也有普通的材料 這個中間的是 布丁嗎 布丁蛋糕 對 味道的錢字 很多喔 好嗎 哈哈哈 這個真的是剛剛好嗎 最終有來的韓國的甜味 第一名 一名 三名 那最後我們要說 今天的第一名 對 今天的第一名是 3 2 1 夜香芋頭麵包 喔 好 這些芋泥也很好吃 但是 上面的部分 對芋泥也變得更好吃 對嗎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燒烤製機 可以完全的 卡拉 好像麵包咧 真的很好吃 如果大家也想吃這些產品的話 我買買看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按訂閱開鈴鐺 然後多多分享一下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然後今天的頻道會員的影片 就是這個 需要你的回答好吗